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452集 哼 什么万劫之门 想说话没问题 先给本少死过来再说 奇缘神通 给我破 清晨冷喝 雾歇一过 双瞳之中暴射出了神红 轰隆一手 他的大手竟然是穿透了重重万妙之门 无尽的虚空都在起源的力量之下被迅速地拉紧 灰红的大手如同老鹰捉小鸡一般 一下子就将门户后面的慕容兵云给抓住了 猛地拉了过来 慕容兵云痛呼一声 他被秦晨抓射住 环抱双手顿时痛苦地抬起 又挣脱秦晨的束缚 整个曼妙白皙 凹凸有致 如同仙子一般的铜铁 也瞬间暴露在了空气之中 足以让任何一个男子发疯 但是 秦晨目不斜视 道道可怕的圣元气息凝聚着 将目如冰云 一下子拉到了自己的眼前 一股处子的清香传来 秦晨的脸色铁青 双眸如同深渊 冷冷地凝视着慕容兵云 声音像是从九游走出来的神魔 不带一点的感情 说吧 你怎么会在这里 不说出来 我捏爆你脑袋 秦晨的声音冰冷 没有丝毫的怜香惜玉之间 秦晨 你真是个疯子 慕容兵云被秦晨抓射住 全身暴露 他羞愤交加 恨不得将秦晨千刀万挂 愤怒了 秦晨 你杀了我 广汉公主不会招了你的 秦晨的眉头一皱 他也是考虑到了广汉公主 所以才要弄清楚情况 否则 启会和慕容兵云废话 早就杀了他 直接搜魂了 哼 你也别拿广汉公主来吓我 我秦晨要杀来 没人可当 秦晨冷冷的 疯子 你是个疯子 慕容兵云羞愤交加 气得花容失色 他咬着嘴唇 护着胸口 闹怒了 就算你不怕广汉公主 难道你不想知道 有千雪的事情吗 千雪 秦晨目光中暴射出了寒猫 一把抓住了慕容兵云的咽喉 愣愣 千雪的怎么了 你是放开我 慕容兵云捂着喉咙 你放开我 我就告诉你一切 砰的一声 秦晨将慕容兵云扔到了圣池夜中 说吧 你是怎么来到广汉公的 还有 千雪呢 他怎么了 如有半句谎话 直接毙了你 慕容兵云急忙将自己泡在摇池圣夜中 遮盖住了自己的通体 脸色杖红气得发抖 他冷冷的 如果论到天界的时间 我甚至还要在你们之前 慕容兵云脸上露出了一丝苦涩 眼神深处涌现出了愤恨之意 还记得 当时混沌魔朝将领 慕容兵云悠悠地讲述了起来 原来当年古于戒之行 其实就让慕容兵云对飘渺宫勾结异族 有了一丝不满 虽然慕容兵云是飘渺宫的少公主 但是他却并不赞同公主和异魔族合作 但是他也阻止不了上官夕儿的决定 只能随不逐流 后来秦晨前往飘渺宫解救千雪 便是利用了慕容兵云离开了飘渺宫 甚至还嫁祸给了轩辕帝国 引发了轩辕帝国和飘渺宫之间的仇恨 那场大战之后 慕容兵云被飘渺宫救回 便一直在天池圣夜中闭关苦休 特别是他被秦晨凌辱 双方贴身大战 更是让他羞愤惊怒不已 暗暗发誓一定要将秦晨所斩杀 可谁知道 接下来却是混沌魔潮的将军 一魔族大乱 整个飘渺宫全体出动 而他这个少公主 则是飘渺宫剩下的诸多强者们的核心统分 当时的他心中则是纠结万分 一方面他希望公主能获胜 另一方面他也不希望一魔族统治大陆 就在他纠结万分的时候 因为上官夕儿的暴露 他也终于得知了自己的身世 竟然是上官夕儿和风少羽的孩子 而且上官夕儿当年怀上他 并非是两个人的捷径 而是上官夕儿施展秘法 故意让自己怀上他 目的就是为了将魔灵传授上官夕儿 血魂大法的隐患 全部转嫁给他 当时得知这个消息的慕容兵云彻底崩溃了 他从小便是高高在上的人物 受到飘渺宫的培养 将上官夕儿当成是一尸一母的存在 可谁知道 真相竟然是如此的残酷 崩溃之下的慕容兵云 疯了一般的冲进了天池圣夜中 将自己闭关 不让任何人打扰 他的世界观直接因此而崩塌 而慕容兵云在绝望的崩溃之下 血魂大法的后遗症发作 导致他走火入魔 陷入到了死寂之中 但是却没想到 因为他的天生灵体 一点灵光存在 再加上秦晨在神禁之地 修复天舞大陆本源 天舞大陆焕发生气 天池圣夜 也在大陆本源的修复中 瞬间发生异变 无穷的力量 涌入到了慕容兵云的体内 导致他在天池圣夜中 得到了涅槃重生 竟然是因此而跨入了圣境 突破了圣境的慕容兵云 当时新回忆了 只想在这天池中了却残生 却意外地进入到了 天池中的一个神秘空间中 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召唤着 慕容兵云跟随着这股力量 沿着空间通道飞升 因此竟然来到了广寒宫的 摇池圣地 什么 你在天舞大陆 天池飞升 直接进入这摇池圣地的 秦晨目光一宁 有些难以置信地说了 天圣池 是天舞大陆最顶级的洗礼圣地 秦晨前世的时候 也曾进入过天圣池进行洗礼 有武裕最顶级的几大势力掌控 后来啊 飘渺宫崛起 上官夕而独占天圣池 天圣池便成为了飘渺宫的禁定 但是秦晨去怎么也想不到 天圣池中竟然有一个神秘空间 能够进入到广汉府的摇池圣地之中 难道说天圣池和摇池圣地 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还是说 两者之间有一个类似于 血神海下方的通道 秦晨的心脏 砰砰砰的跳动起来 如果摇池圣地和天圣池之间 有一个通道的话 那 他岂不是可以通过摇池圣地 回到天舞大陆了吗 这摇池圣地的气息 还的确和天圣池有些类似 不过却比天圣池可怕太多 难道两者之间真有什么联系吗 不对 秦晨猛然的一警 如果这摇池圣地中 真有拖往天圣池的通道 那么定然会被广汉公所发现 秦晨心中紧张 再也按捺不住 一把抓住了慕容兵云 秦晨的 你当时出现在这摇池圣地中的什么地方 你放开我 慕容兵云 冷冷 你是认为 天圣池和摇池圣地之间有通道 想回天舞大陆吧 哼 因为天舞大陆现在面临危机 有天界高手 正在前往天舞大陆吧 你怎么知道 秦晨下意识地说了一句 可瞬间醒悟过来 难道是千雪告诉他的 我实话告诉你 放弃这个心吧 当时我直接出现在这摇池圣地 就被广汉公主发现了 广汉公主发现我是非生者 十分震惊 她也曾经搜索过这里 却没有发现任何端倪 最后告诉我 我之所以出现在这里 应该只是一个意外 慕容兵云 摇了摇头 我没必要骗你 后来广汉公主看中我天父 将我受为弟子 亲自教导我修行 我来到天界之后 早就将天舞大陆一切忘记了 只想在这里重新开始 谁知后来 竟然遇到了幽千雪他们 千雪 秦晨目光一鸣 难怪这慕容兵云 说自己比他们都要先来天界 当时我看到幽千雪和姬如月之后 十分震惊 他们两个在这广汉府中 修为并不高 难以生存 而且 他们气质太过突出了 我遇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正面临生死问题 在最后关头 是我出手救了他们 你救了千雪和如月 心臣怀疑地看了一眼慕容兵云 你别用这种眼光看我 的确是我救了他们 幽千雪和姬如月我都认识 当年在飘渺宫的时候 幽千雪 也是我飘渺宫少女 和我也算有一些交情 至于姬如月 她接下来自执法殿 和我飘渺宫 自然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不过 其实就算我不出手 他们两个也不会有事 因为我救下姬如月 和幽千雪之后 就将他们带回了广寒府 却被公主大人看到 公主大人立刻无比震惊 说姬如月体内 封印着有某种可怕的力量 是天界一个大家族子弟 后来 公主大人激活 姬如月身体之中封印 果然没过多久 就有一尊天界强者过来 带走了姬如月 如月被带走了 秦臣目光一鸣 如月是天界一个大家族的血脉 秦臣早就知道 姬家先祖 其实就是来自天界 而且极有可能是一尊圣主 不过 当年姬家先祖 传授如月力量的时候 曾经告诩 他们家族在天界有大敌 千万不要轻易地暴露自己的来历 可按照慕容兵云的说法 似乎有些不对 如果姬家在天界真的有大敌 网韩公主就能看出来对方的来历 又岂会轻易地释放出如月体内的力量 难道说姬家先祖逃入天舞大陆之后的无穷岁月中 天界的姬家已经挡住了来敌 获得了胜利吗 那姬如月被带走了 幽谦雪则被公主大人看中 说为关门弟子 而且幽谦雪前力很强 得到公主大人一个逆天传承 现在正在闭关之中 广寒宫中的人都说 幽谦雪出关 将成为广寒宫大师姐 顶替掉魏思卿的位置 慕容兵云冷了 好了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是吗 秦辰一把捏住了慕容兵云纤细的脖子 那如白鱼一般的脖子上 立刻出现了一道道血痕 秦辰 你做什么 慕容兵云愤怒的 哼 你以为我会信你说的吗 秦辰冷冷的 你说的看起来没问题 但是有两个破绽 第一 如月不会那么甘愿就被带走的 就算被带走 他也会请求对方去找我 第二 还是一样 如果千雪真的成为了广寒宫的关门弟子 身份如此之高 为什么没去找我 这不是秦辰自恋 就和他想尽办法去找千雪他们一样 千雪他们有机会 也一定会去找他的 慕容兵云证了一下 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秦辰 你果然和千雪和如月说的一样 都很相信对方 真不知道你这种粗暴的男人 千雪和如月为什么会喜欢上你 你说的没错 秦如月并非是被甘愿带走的 而是被来人强行带走的 他们似乎说 秦如月身上 有他们机甲失传的体质 一定要带回去培养 而且 姬家在天界 还有一个极其恐怖的敌人 那人之所以赶来 侍奉了姬家新任家主命令 是那新任家主第一时间 感应到了秦如月存在 利用时间差 带走了秦如月 因为对方说 如果他们在广寒府停留太久 会被姬家大敌发现 到时候 甚至会连累广寒府 或许这样 也是没去找你的原因吧 至于第二个 谁说秦雪没找你了 她其实加入广寒宫之后 第一件事 就是要去找你 可谁知道 她还没来得及去做 就得到公主大人传承 陷入死关之中 最后关头 她还嘱托我去找你 只不过 我没听从她的话罢了 慕容兵云冷了 这里有幽谦学艺没遇见 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慕容兵云一抬手 顿时 一枚玉剑 出现在了秦辰的手中 秦辰触摸着玉剑 一道光亮亮了起来 上面传达出了 幽千雪熟悉的声音 陈 如果你得到这枚玉剑 说明你找到了我们 陈 我好想你 真的好想好想你 每天 每时 每一秒都在想你 如果你能得到这枚玉剑 说明你安全了 你不用担心我们 我们都很好 如月被七家人带走了 她的安全可以保证 我得到公主大人传承 短时间内恐怕出不了关 只能靠慕容兵云 虽然我们在天舞大陆 并不是一个阵营 但在天界 她帮助了我们很多 陈 我好想你 真的真的好想你 希望你能找到思思 等我出来 随后 幽千雪的声音 就消失了 秦雪 秦辰的眼眶微微的湿润 她能感受到千雪的思念 正如她思念千雪一样 秦辰深深地看了一眼目龙冰云 身形一晃 转身朝着摇池圣地外走去 以她的眼光 自然能够感受到 这预见中的信息是真的 千雪在上面留下了一道印记 一道岁月之力 这样的印记 其他人都不曾察觉到 如果有人动过御简的手脚 那么秦辰绝对能够第一时间赶去 这样看来 慕容冰云还真的是帮助了千雪一些 但是 这不代表着秦辰就认可了慕容冰云了 只是看在慕容冰云帮过千雪和如月的份上 可以饶过她这一次